解码是一种用特定方法把数码还原成它所代表的内容 或将电脉充信号、光信号、无线电波等转换成它所代表的信息、数据等的过程 解码是受传者将接受到的符号或代码还原为信息的过程 与编码过程相对应 解码活动要受到受众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体现社会的多样性、受众的解码还具有同向性、对抗性、妥协性三种形态 编码和解码的连通过程实质上就是简单的传播过程 如果说符号句或符号的表现层面是由编码者决定的 那么符号E或符号的内容层面则是由解码者决定的 对不同的信号通常有着不同的解码算法 日常生活中主要为DTMF信号与PDM信号 算法主要为FFT算法和DFT算法以及频域滤波算法 其中FFT算法是有限长序列离散复理液变换的快速算法 算法主要续用线意放的快速算法 算法 п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